现在是下午5点了 现在去接老婆下班 因为又有这种新增的嘛 所以真的是不敢让她坐地铁 或者坐公交车 现在出发去老婆公司楼下接老婆 那个忘记了 先慢慢带吧 反正也没通知吧 我东西我感觉还好不通 哈喽 哈喽 对了 那个笋子你带回去 一定要用清水多洗几遍 炒菜的时候就不用放盐了 我用什么一起炒 清炒就清炒 加都不加是吧 对的 好 我今天晚上回去就试 你车都我都扑不起来 我没吃过这种 一定要多用清水洗 因为比较闲 好 好多车呀 我发现 比之前车子多多了 可能是不是复工的也多了 而且现在都放心运行的感觉 心态的也变得感觉 但是今天又新增5厘了 是新增5厘 我看到别人从专业面发 我还没点个看 咋搞 咋搞 所以这个时候去商场里面真的是真一想 太危险了 你要跟别人还供电心什么的 那5楼 卫生间只要是去商场那种都是一样了 对还卫生间那么多人 哈喽 我先帮回家了 然后这次我准备给隔壁邻居阿姨家送了菜 因为疫情期间他们也给我了 就给我送了菜的嘛 然后我这次回家 我给他把我妈带的一些菜 还有那个香葱 煮笋 还有干菜 准备给他送一点过去 6天 acı 加把这个烤铁 叮茼 这个你一定要用这种盐水泡的 然后你一定要用清水的把它炒 然后过去一次 然后还有点干菜 还有我们从地里扯的一车的大 谢谢你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们在很远处带来吧 没事没事 我们反正就是因为疫情没回去嘛 就回去一下 那这个笋子怎么保存呢 现在 笋子的话 你这个估计可能会炒两盘或三盘 你就把它那个 烤冰箱吧 烤冰箱没关系 用不多 对 对 尽量快点吃 因为它很容易弄 好好好 谢谢 好 没事 好 没事 谢谢 好 我的爱心送到了 好开心 做饭去 老公我们今天吃臭豆渣吧 是 是妈 从你们家带的吗 对 这是我们妈装的臭豆渣 来看一下 这个菜的味道很特别 好 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臭豆渣 就是 打完豆腐的豆渣呀 把它发酵之后 把它发酵之后 然后再切成丝 晒干 有一种天然的那种臭臭的味道 但是很香 嗯 抓一盘吧 好 我们今天炒这个啊 嗯 这个还可以做豆渣汤 再炒一个四季豆 这是我们回老家之前买的四季豆放的冰箱 放了有一个礼拜 正好有家里带下来的新鲜的豆酱 背头 切腊肉吧 这腊肉全是肥肉啊 我们羊腿的腊肉要把它清洗出来 放冰箱了 因为时间长了 就不是腊肉味了 嗯 好 切点青红辣椒 再切点大蒜 把香葱切了 然后炒豆渣 先来炒豆渣 开火 把锅里加点底油 油热之后下腊肉 把腊肉的油炸出来 油炸的差不多了 把肉推到一边 下葱姜蒜 下花椒 爆香之后下臭豆渣 加盐 滋水 加酱油 放点香醋 最后一步放香葱 现在我们再来炒酱味丝鸡豆 倒油 姜蒜辣椒下锅爆香 再下点老婆从家里带的豆酱 下四季豆 下四季豆 给它滋点水 焖一分钟 下四季豆 加盐 酱油 继续翻炒 直到炒干水分 这个四季豆一定要多炒一下 一定要把它炒熟 出锅前加香葱 小吉公 我又炒了一个笋子 准备开饭 你吃米饭吗 对啊 面条好了 我给你拿一个小碗给分点米饭吧 我的米饭略微多 然后又拿一双筷子 我们现在要来客人了 多双筷子快拿来客人是吧 对啊 筷子就去那边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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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都渣 没想到豆瓣炒这个好好吃 是吧 嗯 其实我今天一点都没坏过进来 这是黄豆酱 嗯 假期结束后 第一天上班是这样 是不是感觉浑身三痛 提不起精神想睡觉 这个骨头 就跟散了架似的 然后呢 今天又有做不完的事情 觉得在办公室连话都没多说一句 今天办公室他说 又新增的五粒 今天新增五粒是昨天那一粒 他们一个小区的 就是 那一片就很危险了 那不是还要继续拍啥 东西火缺 不会又封尘吧 我们赶紧走 想着好有后怕呀 你说我们那段时间 就是解封之后 去超市 是吧 太危险 而且武汉已经出现了堵车 好堵 好堵 困难车不多 提前装着吧 竹策实在太好吃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一些食材 食材 很香 很酷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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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香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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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吃面条好好啊 因为它有酱 这都是酱汁 这就是酱汁 酱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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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公我这米饭我实在是吃不完 分你一点吧 你实际吃啊 实际吃不完这一碗米饭太多了 实在是太多了 好了 再一块多 葱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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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